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 我是轮远投股王信杰 我想整个大法加权指数 完全如我们事先所规划的 几乎一模一样 在整个昨天晚上 欧美股市一个大涨 甚至你看到的法国股市 德国股市 已经写下整个今年的新高 甚至包含亚洲的南韩股市 你不是在担心 今天整个北韩这边 会不会四射飞弹吗 结果人家位于北韩旁边的南韩 今天股票写下第十新高 南韩股市今天更正 南韩股市今天是创下今年的波段新高 美国NASDA 美国的科技类股 今天在准格昨天晚上 也再度地写下整个历史新高 那整个台股的走势 我想刚刚也特别拿一下 我的Di-A 我一个手机出来 给多做分享 这是姓杰老师的Di-A 导播可能的话 请稍微帮我麻烦一下 趋势百分百 对不对 趋势百分百 有没有看到 趋势百分百 趋势百分百 目前有4768个投资朋友 可以帮姓杰老师做见证 做什么样的见证呢 来 我们来看昨天4月14号 4月14号 昨天大盘指数是开高走低 好像收小小红而已 我在昨天整个LINE粉丝团里面 怎么告诉大家 来 美国今天晚上能够撑住维持 盘前大涨百点以上 台股明天直接开高 有没有看到 可以吧 美国股市今天晚上 能够撑住维持盘前大涨百点以上的话 折台股明天直接开高 挑战月线9800 直接先拉到9800点再说 那你会发觉今天早盘 稍微做个震荡 你以为又要像昨天一样 开高走低了 对不对 把早上拼命空拼命空 拼命空都没关系 回盘给你高到最高点 全部让你空单全部停顺 全部空单让你全部中奖停顺 而且不是只有今天 是过去几乎 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五 所以过去这四五天 空单几乎 只要过去这五天 你听到有任何的专家 喊空放空的人 全部都被咖空 到目前为止几乎全部被咖空 那不是只有星期老师 一个趋势百分百 我们来看一下 你也可以透过FB LINEX粉丝叫做FB 股市群会里面 股市群会里面 你来看一下 你看我已经都 今天的盘后 我都已经早就都写好了 对不对 今天4月25号的盘后 我早就都已经写好在上面了 跟大家做分享 4月24号的盘后 4月24号的盘后 也是一样 这都讲得很清楚 我想这里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4月24号的盘后 你也可以来看 都写得非常清楚 我想详细的内容 跟在整个LINEX粉丝好友里面的一个盘后 大头小异 我这里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捐指数的部分 我想这是我之前 3月底的时候 有没有免费送给大家的 4月关键转折报告 我告诉投资朋友 4月份叫做多空双杀盘 你到今天为止 完完全全验证 什么叫多空双杀 为什么叫多空双杀 4月5号的时候指数在这边 3月底 清明假期廉假之前 清明节廉假之前放空的人 你直接4月5号 一根长空直接把工单嘎到爆掉 直接把工单嘎到爆掉 那也在这边 让之前 所有沿路 农眷放空的人 几乎全部让你强迫回补在整个 农眷回补在不断相对高档 4月5号 我想我跟 待会我们再验证嘛 我在整个公开节目当中告诉你 多单全部获利出清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多单 全部获利出清 公开给你预告这波拉回 那你看当时在这边 多少专家这边做多 沿路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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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多到什么时候停损 股票也停损 指数方面的多单也停损 反正指数各股的多单都停损 就是在唱个礼拜五的这根长黑 对不对 沿路做多到这边多单停损 反手放空 公开的告诉你 很多专家在整个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一直呼吁大家 唯言耸听的叫大家大放空 对不对 大放空大卖空 结果放到现在这边 被告到这边来 马上空单再数200点上来 那有没有符合性假数 我在整个这个月初 领先市场跟大家预告的 四月份来个会给你来个多工双砂盘的洗盘甩叫 所以我想在整个四月份到那时候行情的规划 我想我刚刚讲过的时间因素 我就不知道费太多时间多讲 因为我也知道个头之后 你不会 你不希望 也不想花太多时间 听我来谈过去的验证 你关心的是未来的走势 好 四月五号 这一根长红 我跟你讲出多单 还不是发生组组断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领先市场跟你预告 有没有 这边的走势到这边 就是这一段 这个我相信 Lisa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几乎每天比给你看 我在送给你这份图 画这一份图的时候 是在这边 是不是在这边 上来 上来 之后我跟你讲会下来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一段下来 你看哦 谁市场上有哪个专家 可以像性价师我一样 我的字卡 一些东西 对整个行情的规划 我很少在做修正的 我不会像人家互多互空 变来变去 我更不会像人家追高杀低 9900点叫你全力做多 破了9700点叫你全力放空 对不对 爱在最高点 全部停损在地板 又空在地板 那我想当时我这跟你讲 洗盘甩轿 发动主生团行情 为什么会有这一波的拉回 为什么会有这一波拉回 嘎完空杀短多 嘎完空杀短多 反映第一期财报 有一个会损利空 对不对 所以我说第一期财报不好的股票 还有一些超涨的股票 包含锡金元这些超涨的股票 请你输出避开 那我说下来之后 为什么会有主生团 爱巴拉货 带动主生团行情 所以当时我讲 平概股所定拉回的主生团买点 我对平概股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说会回 但是平概股回来 你要干嘛 你要找买点 而且是主生团买点 不是短线反弹 不是短线反弹 也不是赚便当钱买菜钱的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小钱 主生团赚大行情 财富重分配的大买点 好 那是这一段要下来 我跟预告会下来的原因理由 对不对 我想我都没有改变 好 那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有没有下来 没有几乎 不敢说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如果你要吹毛球赤说对到每一个点位一模一样 那信教师抱歉我做不到 但是当你在吹毛球赤在讲我的 在给我对点位的时候 我就想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你自己或者其他专家 有没有本事事先规划好 但是行情规划完全一模一样 还是一个回事 你会发觉只有信教师的家族成员 只有有来听信教师的演讲会的投资朋友 能够在股票上赚到钱 很多人我过行情都规划好嘛 你自己想一想嘛 难道这一张图我是最近今天涨上来 有拿出来都跟你讲吧 我想在整个上个礼拜三盘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跟你讲好这样子吧 所以记得在整个上个礼拜三 大盘指数这根长黑破季线的时候 当天外资怎么样 卖超台股109亿 很多人看冷空 我告诉你什么 规划的满足点快到了 赚大钱的机会来了 有没有 我在这边告诉你 不要再看空了 是不是在隔天礼拜四 我说空间的修正接近满足 只剩时间的修正跟个股的调整 千点行情 有没有看到 千点组身段行情 千点的组身段行情 我事先跟你预告 我可不是今天大涨一百二十几点 而又来到九千八百四十一点 你会发觉九千八百四十一点 你整个今年高点九九七六又剩下一百多点 在这边你半信半疑 很多人鼓吹你大卖空 对不对 现在来到这边 你应该越来越相信 慢慢又相信新雅师所讲的吧 九千九百七十六点 今年会不会再创新高 甚至你看到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 欧美股市 南韩股市在写今年的新高了 你会看到今天外资回头之后 又给你买超一百三十亿 你应该慢慢相信我跟你讲的话了吧 对不对 我想是之前第一档讲 所以我记得在整个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在节目当中我跟投资会讲什么 我说之前三月跟四月初的演讲会 对三月底跟四月初的演讲会 我跟你预告这段要拉回 还记得吗 我上个礼拜节目中怎么讲 我是给你预告之前演讲会上 我给你预告这一波的沙盘 四月会下来 好那等到整个上个礼拜真的下来了 上个礼拜真的下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整个上个礼拜 节目当中怎么告诉大家 你来听演讲 为什么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要办演讲 我要跟你预告是这一波的主身段 我要跟你预告是这一波的主身段的千点行情 我要跟你预告是这一波的主身段千点行情 这是我在上个礼拜有礼拜天 为什么要办演讲会的主要原因理由在这边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你看行情有没有慢慢上来了 对不对 这边跟你讲话上来 就上来 这跟你讲要下来 又下来 然后上个礼拜跟你预告了 不管短信要反弹什么 今天又来到九千八了 九千八百多点了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直接告诉你 主身段千点行情不会等人 你可以再继续半信半疑 或者你可以再继续跟着其他专家 任何反弹 接卖点接空点 继续大卖空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你记得我当时在整个去年 今年出九千一百多点 我怎么告诉你 龙卷一定让你强迫回不再破断 像多一高档 信不信由你 事后真的涨到三月底四月初 真的所有龙卷让你补在九千八九千九 那龙卷一补完 补到差不多了 你会发觉大盘子书就下来整理了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再次的领先市场跟偷偷做预告 但是我每次跟你预告预告 可以谈未来 你不要事后每次验证的时候 你要后悔 你自己又跟着其他专家做错方向 今年现在在乱放空的人 在乱放空的人 只要你空单有赚不补 那甚至你空单搞不好不会赚到钱 你小心被告到七八九月 七八九月除全前除袭前 龙卷还要再叫你强迫回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现在在乱放空的人 小心七八九月龙卷再叫你强迫回不一次 七八九月除全前 龙卷一定会再让你强迫回不一次 到时候会不会是再搭配整个第三季的苹果达 或者旺季 会不会让你又补在相对高档 信不信由你 好那我现在整个目前事都完全验证 我跟你讲的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各头这么说 就算我行情帮你规划好了 你为什么还是要来听演讲 你为什么还是要加入新角色会员 成为的会员 原因留在哪边 我划好你都还不一定会做得对 好那我不贪那些废话 我觉得那都是废话 我不想让费太多时间都讲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重点在哪边 好北部的投资培用 你会负费又厉害了 好也许我刚刚讲嘛 也许在整个上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这边9600点的时候 我请你来听演讲 我跟你预告会有一波主身段行情上去 千点的主身 千点的主身段行情上去 我想可能 你因为可能有事啦 礼拜天你可能有事啦 你要来听演讲 或者你可能半信半疑说 没有啊跌到这边 所有老师都在看空 信老师你这次真的会对吗 我知道你的胜率是九成以上 我知道你看对的机率是九成啦 那满不幸呢 满不幸信老师这次你刚好 各个一成十分之一 看错的机率发生在这一波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也许在这边你会怀疑 我跟你讲的嘛 半信半疑嘛 所以可能因此你上个礼拜 你没有来听演讲嘛 那没有关系 这个我就谈了半天 就是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在这礼拜四晚上 七点钟 特别在台北要加班 好我这是为 各位投资者 我亲爱的你 为你现在 今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赚到钱的投资朋友们 我为你加班这场演讲会场 那这场演讲会场 我要跟你分享什么东西 你先看 我越何时 我讲的每句话都 每个字每句话都一定有的用意 含义存在 来会场 来会场我会跟你讲的更加详细 我越何时启动主身段 千点行情 行情不会等人 不要到时候真的涨一千点 现讲是会员 所有礼拜四晚上 来听演讲会的投资朋友 股票又三层三层 三层五层三层五层 在大赚的时候 你又后悔没赚到钱 第二个 那竟然有千点行情 大财富 五到八倍最佳出手时机 我想我上次跟你预告的时候 三月中的时候 在这边跟你预告四倍 四到五倍 事后真的大涨四倍 那你说四倍赚多少钱 我举个例子说明 你想不想十万变成四五十万 你想不想二十万变成一百万 当时就这样四倍 那这一次几倍 我给你预告了 这一次的几倍 这一次的大财富 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五到八倍 讲白点 你想不想十万变成五十到八十万 五十到八十万 你想不想二十万变成一百到一百五十万 想赚大钱的人 想赚快钱的人 想从小钱 想把自己手中的小钱 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快的速度 变成大钱的投资朋友们 来会场 我直接告诉你什么做 五月份的哪一天 请你进场做多 请你进场 全力全力全力再做多 五到八倍 千年行情把它赚起来 在针对个股的部分 我想继油田 一家打卖之后 两档 挨八 五月份挨八 开始平盖正式拉货 最新的索码 组身段标的 其中有一档 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来 我想美力入股 抗控 记得在整个去年底 去年十二月中吧 去年底 今年初 美力宣告 公告说要参与 抗控事务的时候 我想当时在演讲会场 六十一块附近的抗控 你有来会场投资朋友 应该不管那时候 北州哪个会场 我都会告诉你 美力入主抗控 我直接告诉你 抗控未来一定涨一倍 我那时候会告诉你 今年买美力不如买抗控 今年买美力不如买抗控 你事后回过来看 今年的美力 今年的美力是这样 今年的抗控是怎样 我想你自己很清楚 今年的抗控是这样 今年的美力是这样 有涨是不是涨幅相对 比较有限 那为什么那时候跟你讲 今年买美力不如买抗控 事后我完全验证嘛 你会发觉现在才很多分析师 涨了一两倍之后 才在罕进抗控 这个就是后知后觉的 那为什么当时在六十一块 我在演讲会场告诉你 抗控会表一倍 那个不为人知的 那个美力入股抗控的 真正的背后的大 那个会大涨一倍的原因理由 我相信你当时来会场 我都很清楚告诉你 好那现在做这个都不是重点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完全验证了嘛 你已经验证我跟你讲了嘛 抗控真的涨一倍嘛 最后大涨了一点三四倍嘛 现在这礼拜四晚上台北 这一场很重要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呢 如果再给歌头之朋友们 你一次赚一倍的机会呢 如果再给歌头之后 你自己一次赚一到两倍的机会呢 你想不想三十万现股变成九十万一百万回家 你想不想五十万到时候变成一百五十万回家 你想不想五百万到时候变成一千五百万回家 股票不用多 在一党复制抗控大涨的成功模式 这一党有机会看涨一到两倍的潜力股 有机会看涨一到两倍的潜力股 我想我不能费太多时间多讲 好你现在就可以利用寡时间 约报名 这礼拜四晚上在台北的演讲会 我们休息片刻 马上回来 谢谢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人员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轮远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您将专线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远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行家专线022321 9933 2321993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请回到新假事的节目第二阶段 我想再谈到整个个股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这一个月大盘交捐指数 从整个四月初拉回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只在节目当中 只跟你公开推荐一档股票 也是我这个月唯一叫会员买进的 中压的一档股票 我想你就知道就是达了没 365的达卖 对不对 那从整个达卖 我相信你会发觉 我都是领先市场 但你买在底部区 对 买在相对的低档 那这档股票 我想这样一路震荡走高 哪怕曾经有一天的长黑洗盘 我没有改变我对他看法 我还是告诉你 我看好他 我不会因为这一根的长黑下来 我又告诉你我出掉了 我还是做多他 对不对 那沿路 我想对他的基本面 我就不要费太多时间多讲 那我也不是像其他专家 涨到上个礼拜49.2 50块才去做追加的动作 那今天尾盘才又砍出来 去做白工 那你会发觉 我整个包含在前几天有拉回收 我一样我没有改变 那其实谈了那么多 我不让费太多时间多讲 针对手上如果你有打卖的投资朋友们 针对手上如果你有打卖的投资朋友们 不管你是曾经跟了其他专家去追加的 追加的人 或者你是看我的节目 是我的中时观众下去买达卖的人 手上有达卖的投资朋友们 礼拜四来听演讲 背后的潜在基本面大力多在哪边 我没有改变了 我还是有了 我还是续报了 我想从整个43.2 到这个目前收盘48.7 目前还赚了5块多 还赚了多少 买10张你至少赚5万 买20张你至少目前还赚10万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 这一个月来 你之前来听信杰老师这件讲 你跟着信杰老师来操作的人 你到现在是稳稳在赚钱 这个月你现在回过来看 你要稳稳的买达卖 还是要稳稳的买这些细金元的股票 对不对 我想谁在赚钱 谁在套牢赔钱 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那我刚才讲 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如果你手上有达卖的投资朋友们 礼拜四 这礼拜四晚上 7点钟来台北会上 针对达卖 我会跟你做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后面的背后的潜在大力多在哪边 基本面大力多在哪边 知道 我跟你讲 你绝对不会在那边杀金杀出 如果你知道达卖的背后的大力多 我敢肯定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在那边杀金杀出 有些话我点到为止就好 来听演讲 好那我想除了整个达卖之外 我这礼拜会在演讲 这礼拜是演讲会跟你在做说明之外 我想之前带你做过的油田 再来我想我刚刚上半场所讲过的 记得之前 在六十几块的时候 在六十几块的时候 在这附近 全市场没人在看好康空 没有人在注意康空的时候 我那时候怎么告诉你 美律要入股康空 不要只是看到表面 他大概八十块左右准备入股 最后是以入股价是七十二块成交 那你会发觉 美律最后最少最后虽然是七十二块 以七十二块入股康空 最后真的七十二块涨到一百四十 真的涨一倍 我那时候我记得如果你当时在过年前 过年前大概去年底今年初 你有北中南任何场演讲会来听演讲会投资后 我绝对都有很肯定告诉你 美律入股康空的背后 康空一定会飙一倍的原因 我说以美律的入股价 你把它乘一倍 就是康空的基本目标 就是它的目标价 就是目标价 那你如果回过来 美律最后不是以七十二块 不是以七十二块入股吗 最后不是涨到一百四十三 不是刚好我说涨一倍 那如果你从我当时在演讲会场 谈康空的时候是六十一 最后不是大涨一点三十四倍 虽然你说我坦白讲 我是承认我在八十几块我卖掉了 我被洗掉了 最后整个康空你现在回过来 有没有从六十一涨到一百四十三 真的大涨一点三四倍 你等到现在你在买康空 你不觉得你现在没有钱赚吗 就在做整理 对不对 虽然大涨一点三四倍 我虽然是被洗掉 我在八十几块被洗掉 那虽然我被洗掉也没关系 至少整个康空赚完之后 我回过来我还继续带着家族成员 长虹金彩科 甚至到最后的一家 也是在赚五十几%回来 我想你都知道的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想我这礼拜四晚上演讲会的重点 要跟你分享什么 如果还有一档呢 会复制康空大涨模式 美丽入股康空 康空涨了一倍 如果还有一档会复制康空 这种大涨成功模式吗 类似这种六十一涨到一百四十三的模式 我个人看吧 现在买康空 一百三四十块去买康空 你不如回过来看 有机会看涨一到两倍的这档潜力股 现在在一百三一百四追康空 你想赚一倍要涨到两百八 你要涨一倍要涨到两百八 你回过来是不是该看看这档 有机会看涨一到两倍潜力股 那这档股票 我这边稍微节目中给你点一下 目前它这档股票的收盘价 比当时我在六十一块带着我家族成员 在整个演讲会上告诉大家可以买康空会涨一倍的时候 这档目前股价比六十一块的康空还要低 但是如果就整个中长线而言 这支钢票未来会不会跟康空比价 未来会不会跟现在的康空比价 目前比当时六十一块不到六十一块的 这档股票目前不到六十一块的 我讲白一点 现在还差六十一块还差好几十% 会不会未来跟康空比价 这档股票未来会不会跟康空比价 如果你想把握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们 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我想我还是一句老话 过去这段时间 如果你跟着信杰老师我有赚到钱的投资朋友们 请你这礼拜四晚上继续来台北听演讲 继续称深水旗 但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你自己操作不顺利 或者跟着其他专家操作不顺利 没赚到钱的投资 你更要来听演讲 因为只有信杰老师我有本事带你反败为胜 好不好 欢迎各位投资友 一月报名 这礼拜四晚上十七点钟 加办的这场演讲会场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场势请上台湾抗震网 轮元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元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应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轮元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式策略宣布 轮元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轮元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